刚刚当上皇帝的隋文帝 除了进行制度建设以外 他还兴建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工程 那就是大兴城 也就是后来的长安城 那么大兴城是如何兴建的 它的设计者是谁 它又体现着隋文帝怎样的梦想呢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 上部 第十三集 迎见新读 隋朝刚刚建立 隋文帝就进行了三项意义重大的制度建设 与此同时 他又启用新人俯正 帮助他治理国家 经过一番制度和人事的变革 隋朝的中央集权显著加强 整个国家也欣欣向往 可是隋文帝觉得还不够 他要建一个有形的东西 让人一看上去 就能感觉到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也能感受到这个新王朝的宏大气魄 这个有形的天下人都能看到的东西 是什么呢 隋文帝决定要建一座都城 那么隋文帝建造的新城在哪里呢 它又具有怎样的风范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隋风云》上部第十三集 迎建新都 既然谈到要建新都 我们就要知道一下了 原来的都城在哪 因为隋朝继承的是北周的天下 其实也就把北周的都城继承下来了 北周的都城 其实就是当年西汉时候建立的长安城 西汉拿它当首都 西汉之后往往的新朝还定租在那个地方 接下来呢就是东汉 东汉末期和西晋后期 以及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这个后兆 前兆 前秦 后秦 还有西魏 北周 五个少数民族政权均定都在此 这个地方呢已经用了将近八百年了 那到底在哪啊 就在这个温水南岸的龙首园上 这是此前的旧度 那大家说八百年的建成史了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历史悠久 隋文帝为什么不愿意定都在这个地方 它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啊 传城里有鬼怪 鬼怪 什么鬼怪啊 这个史书没有记载 反正呢就是神出鬼没鬼气森森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呢 是潮安城的水有问题 水有什么问题 水的第一个问题是水污染问题 水污染我们今天都知道是一个大问题了 可是水污染不仅今天有 古代也有 刚才我们讲潮安城八百年的建成史 多少代人在这儿生息繁衍 而且古代的排污技术又不太好 所以浅层地下水早已经被污染了 按照当时的说法 就是水皆咸卤不慎疑人 这个水没法引用 这是水方面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是离河太近 城市离河太近容易闹水灾 离哪条河最近呢 离未水近 长安城就在渭水的南边 而隋朝的渭水和现在渭河的河道不完全一样 比如今的渭河远远要靠南一些 实际上就在长安城脚下流过 那每次夏秋之际 渭水只要一泛滥 长安城里面就告急 所以隋唐佳话记载一件事 说隋文帝当上皇帝之后呢 就做梦 梦见河水倒灌 把整个都城给淹了 这是什么意思呀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他住在这没有安全感 那当然也想换一换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三个原因其实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了 是原来的长安城格局不够严整 不足以体现荒家为严 这怎么回事呢 汉朝建长安城的时候 它不是规划好了再建的 而是从汉高祖到汉武帝 陆陆陆陆续续修成的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这叫做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 自然形成的城市呢 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规则 但是一般的不规则也罢了 长安城要命的不规则之处在哪呢 他的宫殿 皇帝待的地方 居然就在城市的西南角 皇帝待在角落里 这怎么能够体现皇帝 堂堂正正 威震天下的这种器具 所以这点也不行 那另外呢 因为城市是自然形成的嘛 所以宫殿啊 官崖啊 还有老百姓的住宅啊 都是混杂在一起的 这对于安全也是很不利 隋文帝不是那种很任性的 一意孤行的皇帝 他其实特别在乎 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评价 因为考虑这么多问题 所以他虽然一直在想 但是与此同时也一直在犹豫 犹豫到什么时候呢 犹豫到开皇二年六月份的时候 终于犹豫出一个结果来了 这怎么回事啊 开皇二年六月份呢 有一天呢 他又想起这个迁都的事来了 到晚上就把他最得意的两个大臣 一个是高炯 另外一个是苏维 叫到宫里来 接着商量前途 商量 商量了整整半夜 两个大臣也同意他前 可是呢 他就一直觉得 这天意如何呀 民心如何呀 解决不了 所以还是欲而未决 把这两个大臣给放回家去了 下班了 可是啊 头一天晚上没有决定下来什么东西 但是到第二天早晨一上朝的时候 那个著名的术士 叫于济才 就给隋文帝上了一个奏章 奏章写什么呢 奏章上就写 说陈昨夜仰观天象 上天已经垂势了 咱们国家应该迁多 隋文帝一听都傻了 说怎么这么神呢 我昨天就跟大臣议论 要不要迁都 昨天上天就垂向了 这就是通鉴里记载的 帝恶然 为窘 威曰 是何神也 这也太神奇了吧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神奇的天象 其实这倒不一定 为什么呀 因为当年杨坚刚刚当上辅政大臣的时候 曾经就向这于济才打听过天意 当时呢 于济才说了一句最老实的话 他说呀 天象精威 我也看不动 可是就算上天不支持您 您还能再退回去吗 那时候于济才坦诚 他其实看不懂天象 怎么这次他就看懂了天象了呢 所以我觉得呀 这个所谓天象垂势 可能只是一个说辞 问题是 既然这个神奇的天象不一定存在 于济才怎么就会在这个时候 恰如其分的给皇帝上了一个奏章 很明显这是有人暗示他了 谁暗示他了呀 就是那两个大臣嘛 高炯和苏维心里很明白 皇帝是一心想迁都 但是又一直在犹豫 不知道能不能符合天意民心 所以呀 他们回去之后就连夜跟于济才打了个招呼 让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给皇帝打打气 那天象现在出来了 可是光有天象还不行啊 更重要的是还得有人的支持 人的支持怎么代表呢 这时候老臣李牧出面 这李牧我们前面讲过 是和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同一辈的人 也是当时所谓关隆贵族集团的政治代表 三方叛乱的时候 李牧支持杨坚 对于杨坚打赢那场战争 当上皇帝都有莫大的意义 所以呀 杨坚上台当上了隋文帝之后 对李牧也是非常的好 让他当了一品的太师 那我们知道太师嘛 是三公之首啊 虽然到隋朝的时候 三公已经成为荣誉头衔 不管什么具体的事情 但是他的位置还在哪里啊 那是百聊之掌 那既然隋朝对于李牧这么好 李牧当然也得感恩戴德 那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现在皇帝需要有人表态 来支持他的决定 李牧当然是当仁不让 所以就在余记才上表之后啊 李牧也跟着上书了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呀 这个每一个王朝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都城 王朝和都城应该是同步运行的 所以呢 从三皇五帝直到两汉之间 只要有一次帝王的革命 有一个新朝的建立就一定会有一个新的都城出现 那你怎么解释曹魏和西晋都定都洛阳 西魏和北周都定都长安呢 李牧说呀 那是因为这些王朝都身处乱世 他们还没来得及迁都呢 就灭亡了 我们怎么能够效法这样的王朝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呀 他说陛下您是应天顺人的一代明君 一登基就一风一俗 开创了崭新的大好局面 所以您完全有资格 有条件来定一代新都 这是第二层 歌颂皇帝 第三层他讲什么呢 他说现在的都城还是西汉建造的 自从汉末以来是屡经战火 残破不堪 而且当初建设的时候就未经规划 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 怎么能够承担我们大随首都的重任 他其实是讲三条理由 这三条理由说的都是头头是道 足以打动人心 阳间一看大喜过望 就说呢 天道聪明 已有正应 太师民望 复抗此情 则可以 现在天道人心都已经表达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看来我们迁都 是一个合理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决定 迁都的决心已经下了 但是呢 要把它变成现实 大家知道还得解决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 哪些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迁都迁都迁到哪里去 新的都城要放在哪 第二个问题 这么大的工程怎么来规划呀 第三个问题 怎么样在国家财力不太雄厚的情况下 就把这城建起来 先看第一个问题 新都建在哪 那我们都知道嘛 这个关中平原是披山带河呀 静可攻 退可守 八百里秦川是好地方 隋文帝呢 是不想离开关中平原的 何况这儿还是关隆贵族集团的核心地带 老巢所在 他不能放弃这块地方 不仅不能放弃关中平原 他连原来旧都所在的那个龙守园都不想放弃 为什么呢 龙守龙守 龙的头在这儿 这么吉利的地方 你再换了换到哪儿啊 那我们讲又不能离开关中 又不能离开龙守园 那还牵什么劲啊 原来的旧都在龙守园的北半部分 现在呀 隋文帝看好了龙守园的南坡了 他觉得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开阔 可以容纳一个大一点的城市 另外呢 南面嘛 离渭水就远了 可以避免水害的问题 那就这样 他看中龙守园南坡了 这个第一个问题算解决了 迁都就往南迁一点 那第二个问题 怎么样规划呀 要知道啊 这次迎建新都可是一切从零开始 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但是也得看谁来做这个文章 规划不好 那整个这个都城可就要出大问题了 那请什么人来规划呢 隋文帝找了一个名字叫做宇文凯的 宇文凯那是中国古代可以说最伟大的建筑家之一了 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背景啊 根据随书宇文凯的宇文凯传的记载啊 宇文凯呢是贤卑人 他的父亲叫宇文贵 跟杨坚的父亲杨忠一样 都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 出身武将世家 他的哥哥宇文新 就是帮杨坚平定 御池炯 御池炯乱的一个重要的将军 全家都是武将 只有这个宇文凯呢 是好学博览书记 杰坚文多记忆 好为名副工 他跟他们家其他人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他表现出两个特质来 第一个特质是说 他呢多记忆 在古代讲多记忆 是说这人是一个技术专家 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建筑技术专家 专家型的任务 这是第一个 很重要的优点 第二个 宇文凯的优点是什么呢 是说他博览群书 所谓博览 那就不是只看工程技术类的书籍了 他还有普遍的阅读爱好 有普遍意义上的人文修养 那能够把专业技术 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 让技术工艺体现出文化内涵 这当然是难得的人才 那现在 虽然帝把如此重要的 营建新都的重任交给他 所以他得卖劲 那么怎么完成这么一个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呢 因为是一座新都 一切从新开始 宇文凯就在脑子里 先建了一座城 脑子里建城他要考虑什么问题呢 宇文凯觉得既然这个城市要做都城 那必须符合三项条件 哪三项条件 第一 这城啊 要气派 第二 这城的文化意向要好 要吉祥 第三 这城呢 一定要安全 那怎么保证气派呀 气派是要用规模来保证的呀 所以宇文凯怎么样规划这个城 这城有多大 根据他的规划呢 这座新城 东西要宽 九千七百二十一米 南北要长八千六百五十一米 那总的周长就是三十六点七公里 核算下来 这城的面积就是八十四平方公里 八十四平方公里是多大的规模 不比不知道 那我们就比一比 它呢 我们先跟国内的其他城市比 它是西汉长安城的2.4倍 是明清北京城 我们脚下这座城市的1.4倍 那我们也知道 西汉长安城和明清北京城 都是古代大规模的城市了 那新建的这座城 要比这两个城市还大很多 可想而知 在中国的城市中是无出其右 这是纵笔 那我们再来看横笔 跟世界其他城市相比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宇文凯西墓中的这座城市啊 是黑衣大石 也就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巴格达城的6.2倍 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拜占庭城的7倍 为什么我们单独提出了巴格达城和拜占庭城 因为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古代有三座大的都城 一个就是唐朝的长安城 一个拜占庭城 一个巴格达城 那唐朝的长安是沿袭的隋朝的大兴城 这三个城号称世界前三强 那我们现在看出来了 这第一强隋朝的都城 比这第二强就大了六倍还有余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规模了 这么大的规模 其实也是全人类在进入近代以前 建的最大的一座城市 这当然够气派 这是第一个气派 第二个 我们再看文化 有了气派 文化怎么体现 这文化用结构来体现 宇文凯把整个新城分成了三个区 第一个区是工城 所谓工城就是皇帝的工作区和生活区 这个工城在整个城市的最北面 为什么在最北面 因为宇文凯说 皇帝就好比天上的北极星 北极星在中国古代 那是一颗政治明星 孔子就说过 比如北臣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 众星拱卫北极星 那就犹如全国人民拱卫皇帝一样 北极星既然在天上的最北边 皇帝就也得在都城的最北边 这是第一个区域 叫工城在最北边 第二个区域叫什么 叫皇城 他安置的是文武百官的办公场所 各类衙门都在皇城里 这皇城呢 在工城的南边 那为什么皇城要在工城的南边呢 从天象上讲 这象征着这个紫微环 他拱卫着北边的那颗北极星 从人事的角度来讲 这象征什么呀 皇帝南面称尊 皇帝面向南接受百官的朝拜 那百官可不就应该坐落在皇帝的南边 那最北面是工城 再往南就应该是皇城 这是第二个区域 第三个区域是什么呢 第三个区域叫外郭城 当然也叫郭城 它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居住区 从东西南三个角度 来把这个皇城和工城给围起来 这象征什么呢 这从天象上讲 象征着众星捧北斗 所有的星星围着北陈 围着北极星转 这是南北方向的结构 那再看东西方向的结构 东西方向怎么样安排结构最合理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喜欢对称 所以沿着中轴线 东西对称就是最合理的安排 那中轴线是什么呢 这中轴线就是从皇城的正南门 一直到整个都城正南门 这个贯通的朱雀大街 朱雀大街有多大 有多宽 它的宽度达到了150米 比今天北京市长安街多30米 问题是长安街是最宽的地方120米 而朱雀大街从南到北贯通下来 全部是150米的规格 这个在我们今天的街道上还没有呢 那在朱雀大街 东西两边就是绝对对称的布局 布局什么呢 布局老百姓的居住区 当时叫做坊 每一个坊就是一个居民小区 东边和西边完全对称 因为太整齐了 所以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说过 这是百千家寺围棋局 十二街如种菜棋 说千千万万户人家呀 就像围棋的棋盘一样 整整齐齐的排列 那街道呢 就像种菜的那个笼一样 像菜棋一样 那如此整齐的规划 其实已经很有文化了 但是宇文凯觉得呀 这还不够呢 宇文凯在实地踏查的时候就发现 他在纸上构出来的这个图呢 是一个平面图 但是龙手园并不是平面 龙手园的南坡不是一马平川 它是有几个自然的高岗的 到底有几个自然形成的高坡呢 从北到南一共有六条高坡 这六条高坡自然形成的 你没法改变 那怎么办呢 只能是合理利用 怎么利用呢 宇文凯说了 这哪是六条土坡呀 这就是《易经》中 钱挂里的那六窑啊 那我们都知道 《易经》八八六十四挂 第一挂不就是钱挂吗 那每一挂不都是有六种窑词吗 所谓窑就是这个阴阳配合的这样的六种组合方式 那钱挂的六窑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窑叫做初九 欠龙勿用 这龙还没有正式活动起来呢 这叫欠龙勿用 九二啊 应该是对应第二条高坡了 九二叫什么呀 献龙在天啊 龙已经在哪里了呀 九三对应第三条高岗 是什么呢 九三是君子终日前前呢 君子整天在那好好干呢 兢兢业业呢 九四九四是祸月在渊 好像龙啊 又到了这个比较低的地方 到深渊去了 九五第五条高岗 叫做飞龙在天 龙腾虎月 龙飞到最高处了 飞到最高处 可能我们本能的感觉就要往下走了 九六第六条高岗 对应的是什么呢 九六是抗龙有毁啊 其实一般的解释就是群龙无兽嘛 那虽然说每一个挂象 每一个谣词都有自己的道理 都有一些转化的可能 但是我们就从字面意思上理解 我们也就会发现了 这六谣里哪几个谣词更好一些呀 九二九三和九五 对不对 九二啊 是献龙在田 九三君子终日前前 九五飞龙在田 好 于文凯说了 那就把主要建筑坐落在这三个高杠上吧 怎么放呢 九二献龙在田 他把皇帝的宫殿放在这条坡上了 皇帝就是一条龙啊 皇帝就在那了 那九三怎么安排呢 九三这条坡上啊 建百官的官崖 君子终日前前嘛 百官整天在那好好干 这象征为臣之道啊 那接下来最好的一个词是 飞龙在田了 九五 九五放谁啊 九五那就不是凡人住的地方了 他说把寺院和道观放在那吧 不是凡人住 咱们就给神仙和佛祖住吧 只有他们才是飞龙在田 他把他做了这么一番安排 那经过宇文凯这样通盘设计啊 整个长安城就处处透出文化 文化气息来了 这个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呀 核心其实就是君尊臣碑 皇权至上 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考虑的因素 文化 第三个因素安全 安全问题怎么落实呢 其实啊 把百姓住宅区 百官办公区和皇帝生活工作区 给做这样区分性的分隔 已经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了 但是宇文凯觉得这还不够呢 为了体现皇帝像北极星这样一个理念 他把皇帝住的那个工程放在最北面了 北面以北呢 那就是光秃秃的了 无人保护 这怎么能有利于皇帝的安全 这个安全隐患怎么解决 宇文凯大笔一辉 把这个工程的北面 也是整个都城的最北面 化成了一片禁院 就是皇帝的后花园 说后花园小了 就是皇帝的狩猎场 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把原来旧都都给包括进去了 这皇帝的禁院 凡人都不允许进去就驻扎军队 专门保卫皇帝 这样一来皇帝不就安全了 是不是皇帝真的安全 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为什么呢 因为看唐朝就知道了 唐朝历次发动宫廷政变 不都是勾结进军从北门打进来 不过这是后话了 宇文凯没有想好这一点 那经过宇文凯这么一番精心设计 整个新都真是 从设计来讲 气魄宏大 美轮美奂 这一点呢 可是隋文帝做出表率了 做什么表率呢 低碳环保 废物利用 什么叫低碳环保 废物利用 我们都知道 建一个新都肯定要有大量的宫殿建设 那这个建筑材料 木材从哪来啊 隋文帝可不是像一般的皇帝一样 一上台赶紧就到处砍伐森林运输 这金丝满木 他不是这样 他怎么做呢 他从旧都拆过来 拆东墙补西墙 那这样的事我们怎么知道的 唐朝人告诉我们的 唐朝开元年间的时候 太庙塌了 那唐环宗觉得很不吉利啊 就问姚崇怎么回事 姚崇就跟他讲 这太庙早该塌了 为什么呢 说太庙的柱子 最初还是前秦的时候 建太庙用的 后来前秦传传传 一直传到了北州 北州也用这些柱子建这太庙 后来隋文帝不是建新都了吗 本来应该用一些新材料 可是他没有 他又把北州的那个太庙的柱子拆过来 又建成了隋朝的太庙 而我们唐朝呢 是继承的隋朝 所以我们这太庙的柱子呀 推倒到头 我们继承的是前秦时候 砍下来的柱子 这都好几百年了 一个木头 它焉有不秀烂之力 那我们就知道了 太庙可是中国古代 所有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连太庙的这个木材 都是从旧城拆下来的 其他的建筑材料 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简朴的人叫什么呀 在隋朝叫隋文帝 在今天呢 在今天我们管他叫低碳哥 就这样 因为隋文帝的雄心 因为宇文凯的规划 当然更因为 集几万民众的辛勤的劳动 新都呢 很快就建成了 到底有多快 开皇二年六月的时候 刚刚开始规划 到开皇三年三月份 隋文帝已经率领文武百官 搬家了 这么大的都城 一共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这在世界建筑史上 也是奇迹 那么这座新都 它叫什么名字呢 隋文帝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大兴城 为什么叫大兴 这是隋文帝 在北周时候 得到的爵位的名字 我们知道在北周时候 隋文帝刚刚踏上仕途 得到的第一个爵位 就是大兴俊功 在隋文帝看来 这大兴俊功 就是他一生伟大事业的开始 那现在呢 他希望这个吉祥的名字呀 也能够成为这座城市 辉煌的开始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 隋文帝对新都 对新朝 都是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那我们现在用了这么长时间 来讲大兴城的建立了 我们就要分析一下了 这座新的都城 对于隋朝而言 到底意味着什么呀 我觉得有三方面的意义 值得我们注意 哪三方面呢 第一面 大兴城是隋朝建设的 第一项大的公共工程 也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公共工程 为什么说它成功 因为它兼顾了气魄宏大 和爱惜民利 两个重要因素 那我们讲过 大兴城是中国古代建的 最大的一座城 不仅隋朝把它作为都城使用 后来的唐朝 仍然把它当作都城使用 那我们也知道 唐朝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 唐朝的首都有一百万人口 一百万人口住在这个地方不局促 除了一些小的修修补补改造 创建之外 大的方面没有进行改建 扩建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就说明人家隋朝在规划的时候 气魄足够宏大 给后世留下了足够多的发展空间 这是我们讲气魄 那再来看爱惜民利 这是更为难得的一件事情 建设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工程 但是没有搞的官怒民怨 这其实就得表扬一下隋文帝了 隋文帝在这里起的作用非常大 他是怎么建这座城的呢 八个字 大胆规划 小心落实 怎么叫大胆规划 小心落实 因为他明白这么大的工程 如果一步到位 老百姓的负担肯定特别的沉重 那怎么办呢 他的理念很先进 分期建设 隋文帝时期只建了几个主要的宫殿 还把这个城市的框架给搭建起来 但是其余的都等以后有钱再见了 什么时候有钱呢 隋阳帝时候就有钱了 就拿他的城墙来讲 就是在隋阳帝的时候 有钱的基础上才又翻新加高的 加到了后来一丈八尺的规模 在隋文帝的时候 城墙都是相当矮的 那一个封建帝王能够在搞大工程的时候 兼顾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这就是一个相当可贵的事情 我们对比隋阳帝就知道了 隋阳帝后来修大运河 本来不是一件好事吗 不就因为在修的时候 没有顾及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所以才当时造反 后世痛骂 所以我们说 大兴城的建设是第一个 但是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公共工程建设 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 我想说 大兴城建设的核心精神 是皇权至上的精神 大兴城它的所有设计和建设 都是以皇帝居住的那个工程为出发点 是以工程为远点 层层往南推 离皇帝越近的人 地位保证越高 那当然地位越低 离皇帝就越远 这是一个礼教秩序 但是与此同时 无论你地位高低 距离远近 只要你居住在这个城市 抬头看见巍峨的宫殿和整齐的规划 你的心里就会感受到皇帝的威严 而这种皇权至上的精神 也正是隋朝的基本精神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想说什么呢 第三点 大兴城固然彰显了新王朝的宏大气魄 但是他也显示出这个新王朝 某种拘禁的特征 怎么叫拘禁呢 因为我们可以感觉到 这个城市整个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 宫城是它的一个基本模子 皇城是宫城的一个扩大板 外国城又是皇城的扩大板 那另外城里的每一个坊 也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了 居住在这个城里的老百姓像什么呀 他都像士兵一样 非常的整齐 但是缺乏个性 这其实就是隋文帝心目中标准的臣民形象 昂扬向上尊重权威 但是严肃有余 活泼不足 这种既向上又比较拘谨的精神 其实也正是隋朝的精神 那么在这种精神指引下的新王朝 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请看下集 就在大隋王朝沉浸在新都洛城的喜悦中时 北部边境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一个叫突厥的少数民族突然进犯隋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隋文帝应该如何应对 在与突厥交战的过程中 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上部第十四集 降服突厥